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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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那么接下来我再用中文再开始这块东西 这次的演讲呢是无障碍的window.js的无障碍的调试与排错 window.js是个类库 所以它能用在浏览器和node.js里 所以我这一块的东西呢是既涉及到浏览器 也涉及到这个node.js 这是关于我自己 我有很多称呼 然后呢我是个程序员 我有博客 我有微博 我又搞一大堆语言 其中呢当然也会有JavaScript 当然JavaScript搞不好的时候呢 我就去搞其他语言了 如果JavaScript伤透我的心的话 我就去搞其他语言了 早上突然想起来这一点 还有点就是我痛恨Java语言 I hate Java language Java language sucks But I like the platform I provide you to use I suggest using the Scala Or other groovy language But I don't like Java language OK window.js 大家关于这个window.js 大家关于这个window.js 往往有三个比较容易疑惑的 或者说是会诟病的地方 一是eval的代码怎么调试 还有混淆后的代码怎么调试 它们都不能调试吗 还有就是打印出来 这个对战信息可能会有混乱的东西 就混乱 因为我是有动态编译的方式 所以说我们对战信息 可能是编译后的代码的信息 编译前的信息到哪里去了呢 一个一个来讲 先讲这个eval代码的调试问题 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在JavaScript里 就浏览器里会用alert 后来有console.log console.log用的可能更多 但其实从来e50代就可以调试原代码了 当然我们这里肯定是有新的这些调试器 所以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eval出来的代码可以调试吗 二是node点结词可以调试吗 两个答案都是是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我们直接来看这个eval代码 这里呢我展示一个视力 这个视力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eval代码 我很喜欢用这个视力 这个视力是很好看的 这个冒泡排序的 排序算法的一个动画 我们知道排序算法是相对来说 会有比较复杂的这么一个算法 但是呢 怎么在这上面就显得 这是选择排序 我们来换个排序 我们换个叛速排序 排序算法呢会稍微有一点的 就是逻辑在里面 然后又表示成eval的话会很麻烦 因为eval在JavaScript里面只能用setTimeout 但我们要暂停没办法 我们就得把它全部打乱 但是有了这个Win.js呢 它就能够很方便地把这段动画插入几句 就等待 封装了setTimeout这么一种功能 它马上就能够 就表示出来了 它的代码呢写起来也是非常顺畅的 它的代码就是像 它的代码就是像这里 它的代码就是像这里一样 就是很顺利的一些JavaScript代码 很顺畅的JavaScript代码 比如说theBubbleSort 冒泡排序 它就是两重循环 它就是两重循环 当中加一些await await可以等待 swap也可以等待 在await和compare compare和swap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用await来等待后面一个sleep功能 就这么简单 当中当然会有一些改写 代码改写 这些都是在运行时直接做的 那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真的代码可以调试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sauce 它里面呢除了这边 左边还会多了一堆什么 anonymous.js之类的 那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就是我生成的代码 可以看到在现在的浏览期 我们都可以生成的代码 左边是注释 右边是最终生生执行的代码 我们实际上可以设断点 比如说这一个是比较 而这个就是重绘 我们再重绘这里加一个断点 我们走 它走到这儿停住了 可以看到它这个断点生效了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 就可以继续走 没走一步就可以看到 它就是在交换了之后 就会停下来 表明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设断点呢 当然设断点是设在目标代码 就是生成的代码上的 但是因为我在 问.js它生成的左边 会有你输入的代码 所以看起来我觉得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现在又来一个问题 叫什么呢 当然这是原因是什么 是我底下加了一句sauce url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sauce url sauce url加在最后 如果要出来代码 它就能被浏览器识别 这一点在 chrome和那个firefox 都已经有那个实现了 好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在于什么呢 我这边每一个代码 都是零碎的 看到没有 每一个代码都是零碎的 为什么它是零碎的呢 原因就在于 我这一个单位啊 编译的改变单位 是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有办法 可以让它变成一大段 不要让它们全零碎 看起来不好看是吗 当然是有办法的 这就是我上个礼拜六 在上礼拜五晚上 在飞机上写的一段代码 是compile block 很快地在飞机上 实现了这么一段 compile block 就是说把一段 这个compile block 把一整段代码 给编译出来 把里面的需要编译的地方 给特别地揪出来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它只出现一个了 而这一个 它会包含你所有的 需要编译和不编译的代码 这些全是在客户端做的 同样我们可以设断点 比如在这里 在67上加了一个 这么一段代码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快速排序 继续走 可以发现它仗要设在这里 每次它就会交换一个元素 每次都会交换一个元素 我们把这个关掉 它就会继续 哗哗哗的 像排序一样的走下去了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其实在eval代码里 只要最后有一句 sauce url等于什么什么 它eval的代码 就能够被进入调试 好 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事例 是关于这一点的 当然 node.js可以调试吗 我们接下来再会演示 答案是可以的 我底下开了Eclipse 待会就演示一下怎么调试 不过接下来再演示 调试以外的代码 只要在最后 加一个sauce url 等于pass 这任意你取就行了 然后呢 支持浏览器有这一些 Firefox有firebug 但是firebug有bug 调试no.js代码 就用这些工具 然后启动 这就可以了 这以后再说 接下来看一下 是怎么调试混淆代码 混淆代码 在前端呢 很容易出现这种代码 我们压缩后 就变成这种代码 这种代码是很难看 很难写的 就算你要把它调试 或者美化一下 美化成这样 就是说 这是IE9很神奇 IE10还是IE9 它会帮你的格 你可以选择把格式化 把代码格式化成这样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知道 至少看得清楚一点 但是它还是很难调试 我们希望的是这种 线上运行的是压缩代码 实际调试的是 这个代码 事实上我们有sauce map 这种东西 但是有其他解决方式 但我们提到sauce map 是为了顺道 我接下来一个话题 sauce map 我们来演示一下sauce map 还是这么一个实例 还是这么一个实例 我们来看一下这代码 同样这个实例 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就不演示了 当然需要注意 当然这里有不一样的呢 是我们这里直接什么 引入了一些 这么一些 这么一些 javascript文件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把它压缩一下 压缩我们这里用 compile那个 google closure compiler来做 让我来贴一下 压缩代码 我就不手敲了 这就会把所有的代码全压缩到 all 就是all mean 点击s 这么一个代码里面去 黑 Java language I don't hate the platform 不是不是 我是要改一个 刚才这个HTML文件 本来呢 我是引入了 四个这么多一个文件 但是我把它合并起来了 对吧 合并起来了 然后呢 我把这个注释去掉 这样它就引入了一个东西 这样我们刷新以后 就可以看到 左边就变成了一个文件 但是这个文件就变成了 这样很难用 我们当然是可以运行的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调试 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是什么呢 sauce map 我们在用google closure compiler 在编译的时候 我们生成一个sauce map 重新生成一下 好 它生成了一个sauce map 然后为了让浏览器 认识这个sauce map 和这个原来的文件的 对应关系呢 我们需要再编辑一下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在 all mean点击s 我们告诉它 你他妈给我对应到 这个sauce map去 好 然后就可以了 请注意我们这里 sauces它是这么乱 我们刷新一下 它还是这么乱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最后已经看到了 有sauce map url 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要在chrome里 把enable source map 这选项给打开 然后再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 左边神奇地又恢复了 原来那些文件 原因就在于什么呢 sauce map它记住了 我的目标 那段代码的某一个位置 它对应了 原来的代码的某一个位置 它sauce map里面 它保存了很多信息 我们还是用刚才这个例子 我们回到这个例子 我们来看这个 还是设在我们刚才 喜欢设的那个67号 我们在sauce 可以看到它又断在这里了 同时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array 是可以看到它的值 可以看到值 请注意它我们实际运行的时候 还是那个all.min.js 但事实上在这里呢 我们这里用的就是 这么一大段东西 我们用的就是 调试的是原来的代码 调试的就是原来 那么断点可以设在这 变量跟踪到这 当然它目前是有一点缺陷 因为什么呢 那个 并不是所有的代码都跟踪到 因为Growclosure Compiler 它压缩的方式可能 手段可能比较极端 有的时候 它比如说用一些内联 或者说一些提前计算 比如说我vrA等于1 B等于A加1 这样它就会把A去掉 B等于2直接写上去 这样肯定体积会更小 但是我们就没有把断点 设在A等于1那一行上 对不对 但在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用这一点 来调试目标代码的 可以来调试目标代码 所以说到这一点 大家如果有其他一些 语言经验的话 大家可能就可以知道 SourceMap是什么 SourceMap就类似于Simple File 我们平时编写一个程序 不管你有C C C 之类的东西 我们最后编译出来了以后 因为是编译成release文件 甚至release版本之类的 它会带有大量优化 它会编译成和原代码 完全无关的另外一些代码格式 但它为了执行的时候 为了找到调试的时候 需要找到调试 原来那个定义位的文件 它必须有一个Simple File 我们在调试的时候 会需要利用到这个Simple File 来对应到原来那些文件 SourceMap就是JavaScript的Simple File 它记录了什么目标代码 到原代码的格式 代码的映射 它是一个JSON格式 当然这个JSON格式比较难懂 大家随意看一眼就行 我们把它打开 虽然很JSON 但是它里面的一个字段 是经过编码的 哗哗哗哗哗哗哗绿绿的 如果这个编码 大家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事后再跟大家解释 它是怎么编码的 但事实上我现在呢 就暂时先略过 它是JSON格式 加上编码后的映射数据 它是符合SourceMap V3 Spec 我还是想强调 这个V3 Spec写的像头史 但是我还好有一些代码 我可以阅读 我总算理解了这个 所以大家也可以 不明白的话也可以来问我 我也可以来解释一下 但是在现在这里呢 我打算先跳过 下一张你看我是深入SourceMap 我把它跳过 我们来直接看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有人说这个堆战 是在用了Win.js 因为我是动态深圳代码 堆战找不到了 堆战找不到了 很惨的堆战找不到了 我在写No.js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出错信息 都是看它堆战出在哪一行 对不对 都是说在堆战哪一行 好 它是不是很难做 因为我们的堆战出错信息 都出现在新的代码里 在传统的No.js里 比如我有这么一段代码 复调用BAR BAR调用BAR BAR跑出一个异常 它最后出现的一个堆战 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 它的BAR BAR BAR FOO 它都是带了一些行号 包括这些文件名 它很清楚地对应了 是这样的关系 对不对 很容易看懂 那么在Win.js 因为它是一些 Dynamic Compilation 动态的编译 这种编译好了以后呢 它出来的代码错误对战 就会比较奇怪 比如说我上面这一段代码 是会抛出一个 因为A等于No 我A点B 它就会抛出一个异常 对不对 但是它打印出来的 底下我 是有这个Arrow的Stack 它就是这么一个Arrow Can not call method B of Now 然后它是在Eval里的 这么一个的 第637行 哪有第637 第6行第37个字符啊 有没有 没有 那么637是什么意思呢 637是什么意思 637其实是这个玩意儿 因为我最终生成的代码 是上面这一段 右边这个 左边是注释了 可以看到 它和你书的代码是一样的 右边是我真正在执行的代码 所以事实上 这个637行是这一个 这就看得准了吧 第6行 对吧 第37个字符 它其实指向的是这个 完了 但指向这个的话 我怎么知道 它电影是什么 很多人就说 你们不能调试啊 包括在know.js 邮件列表里 也有人这么说 不能调试啊 大家不要把这个 翻译成英文给他们听啊 他说不能调试啊 我说你们都不懂啊 因为我是写编译器的嘛 大家知道写编译器 有什么好处啊 写编译器的好处 就在于任何我需要的信息 都在我手上 映射关系 从哪儿映射到哪儿 我都知道 你想要知道这些吗 那么我就给你呗 我们来看一个示例 第三个例子是这个 expression这个stack 对不对 expression这个stack 这里呢 我写了一些代码 这些代码呢 本来是想演示 威尼杰斯有多好 当然我这里是要显示错误 所以我在这里呢 就不给大家调一下这段代码了 总之就是说 上面一大堆带回掉的 我不知道干嘛的代码 在下面呢 就会像写php 或者其他语言一样 就是顺序的形式 所有异步的部分呢 使用这种await 所有异步的部分 使用这种await就可以了 使用这种await 就可以知道 我的那些代码是 在这里要进行停止 等这个异步操作结束的时候 我再进去 而在这里面 可以用for循环来做 包括你要并行的话 你用这种await 里面用whenany就是的 如果你写csharp 知道csharp5 这种东西的话 你就知道await这种东西 就是新引入的 类似await这种东西 注意它是动态编译的 你不需要进行任何预编译 好 它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它的效果是这样的 我要访问一个localhost3000 要你命3000 这个10的意思就是说 我用传统的方式 写这一段代码 就是取10个item 会是这么一些信息 取出来 包括它的 花的时间是多少 同样我可以用wind的写法 来取这些10个 也没有任何问题 我用express 配合express的时候 它都需要800毫秒 然后呢 我可以叫para 就是把它并行的10个曲 它就可以省很长时间 当然我在这里呢 我是不给 不是给大家看这些的 我是给大家看一些错误 哪些错误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比方 我要写错了 写错很容易 在加加斯克里面 拼错很容易 比如说我在这个cache 对吧 我在这个cache 好 我在这个cache 请注意它这个不是 wind.js的方法 我把它拼成了cache 这个对战会什么 很清楚 这个对战不会 这个对战很清楚 清楚在这里 因为它没有被真正捕获 它到底是什么 是cache cache is not defined 对不对 它是出现在的地方 是这个文件的第56行 13个字符 56行 13个字符 我们就能很快地找到 它是56行 13个字符 就是这个 一个缩进 两个缩进 三个缩进 每次缩进 四个字符 十二个去掉 它是第13个字符 开始的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我们在这里 写出来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cache 已经被封装到里面去了 或者这里有cache吗 我们同样把它改成cache 在这里当然我捕获了 这个错误 我们就可以直接 在网页上看到了 同样这段代码 我把它cache写到这儿 它的信息是很 看得出来是cache is not defined 但是它的位置呢 就出现问题了 哪有这个位置啊 哪找不到啊 cache is not defined 对不对 cache is not defined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们找不到这个信息 怎么办 让我看看能不能演示一下 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可以看到它这里是 wind anonymous这个值 是不是 见证奇迹时刻会不会来呢 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 我只要用到 这个有点长 我们来想办法把它弄得小一点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request 把它拼成了request 然后我们就可以让对战短一点 可以看到这些request not defined的 它会告诉你是在Eval的 这个什么anonymous 第六七这行在这里 我们找不到出错的位置 是不是 但是呢 在这里因为我说了 winds我的编译器 我知道所有的信息 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信息 我就能把这个stack给review了一下 rebuild了一下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stack打印出来 是rebuild了这个stack 我们只要在每次输出 把这个stackrebuild了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哇 这个信息变成什么 原来是这个地方 但是我告诉你 实际上它是发生在 这个箭头是我加上去的 我加了一个好看的箭头 于是它告诉你是在 这个文件的第82行的第二十二个字符 我们来82行第二十二个字 82行 这个文件第82行是在这儿 哎果然 第二十二个字符 啪 这就是我最重要的文件 这我就出错的地方 这就是我出错的地方 同样我们如果是间接抛出的错误 我们定一个会很显然会抛出错误的一个函数 咦 我没有写 我们还没调用它 对 是 我们还没调用它 然后呢 这里又没有重新启动它 然后就可以看到 它凑的arrow是什么 是在第81行 这是我原来的那一行代码 但是呢实际上 我在wind.js compile过后 是Anonymous这个方法 它的定位的地方是 这一个文件的第85行 第一个字符 为什么第一个字符呢 因为我们这里顶格写了 我们把它各地加一个缩进 它就能变成了第五个 对吧 我们加了四个字符 看 第五个 所以说使用这种方式 我完全可以把这个错误 直接定位到我们原来出错的地方 很多人在说包括 no.js那个邮件列表里的一些 的人说 你没有办法做到 他们会很累的说 你没有办法保证这个step trace啊 什么东西的 我就在心里说 我实在懒得写大段英文 去帮你解释呀 你们有本事吗 护.js呀 结果他们没有来 当然因为是我没有说 总之就是说 因为我是写编音器 我还是那句话 编音器是我写的 我知道输入代码 代码是我生成的 当中对应关系 我一手掌握 没有什么信息是我不能提供的 只有我暂时还没有提供 最多是这个 但没有什么我不能提供的 所以说在调试方面 说实话 我也不觉得 问点解释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有了sauce map这种东西 有了sauce map这种东西 一切都是迎刃而解的 有的sauce map可以浏览器辨认 而我这个呢 我手动的自己 管理自己每一个identifier 到目标的那个 identifier的位置 一切都是我自己可以做得到的 好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东西 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十分钟 太好了 还有十分钟 我就可以来讲一下这个问题了 大家想不想知道 sauce map这个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格式呢 不行啊 没关系 我肯定也会讲 不用那么配合 好了sauce map 什么是sauce map sauce map第三版本 它是这么一个格式 它是个json格式 它的一些东西呢 它是比较 有些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比较容易理解 比如sauce 我有哪些文件组成的 合并为最后的目标文件 比如说是这样的 names呢就是那些identifier 那些identifier的名字 mapping就是底下一段 哇 底下一段没人能看懂啊 那它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来看啊 mapping字段是需要解码的 它是用分号来区分行 也就是说第一个分号之前是第一行 隔了一个分号变成第二行 隔了一个分号变成第三行 然后呢它当中有逗号 逗号是区分段 每个段就是一个数据 表面一个印象关系 表面一个印象关系 它是使用了一个base64的 VRQ 这么一种编码方式 这是一种 可以去查到的编码方式 它主要的目的是节省空间 首先就是确认行号 第一个分号前是第一行 第二个分号前是第二行 对吧 那么来看一下 怎么把这个base64VRQ进行解码 知道怎么解码 当然编码也是很简单那件事情的 因为这里也不考虑性能什么什么东西的 我们看解码规则 首先base64呢 它每一个字符都是对于一个数字的 是吧 我们先把这个字符变成数字 变成了这么多 大家都很熟悉的数字 把这个数字变成六位 因为我们知道base64是有六个bit 变成六个bit的一个二进制 六个bit二进制的话 它就有一点说法了 可以看到这些数字 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最高位基本都是零 除了一个 就是第二排的第四个 第二行的第四个 它是一 那零表是什么呢 零表是我单独 我不需要从后面再拿一个数字过来了 最低的n减位 就是五位 它是数据位 表明我真正需要的数值是多少 而最高位那个1表明 如果是1的话 我就需要把后面的再拼接进来 如果第二后面一个 它还是1开头 我就把后面的拼接进来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说 小的值我可以用 哪些值呢 比如说0到31之间的这些 可以用五个bit来表示的数字 这些值 我就能用一个64 一个64 一个6个bit的这么个字符 给表存起来了 而更高的呢 我才用更多的 再高我才用更多的 然后呢 可以看到在1 这里有一个1 然后后面两个是数据位 对不对 我们数据位 它就把它拼过来 拼过来 把后面的拼到那个前面去 拼到高位去 所以这些呢 最终出现的是这么一些数字 这时候 因为我们的最高位 已经不需要了 我们把最高位的一些0 全部去掉 它就是这些数字 这些数字呢 它就是用 过了VRQ解码阶段了 它就是数据解码阶段 在数据解码阶段以后 它就新的解码规则 它的最低位表明符号位 0表是正数 1表是取反 然后前面的 最高的N减 意味着数据位 把它变成一个数字 把它变成一个数字 比如说 最后一个是1结尾的表明是负数 然后10是2 所以最后一个数字就是负2 它生成的就是负2 看到没有 而前面的都是正数 到这一点还没完 我们还要依次 把后续的字段 一个一个对应地 加到前面去 所以它最后的结果 第一位它没有需要加的 就是原来的数字 而后面它就是加到 这个50 12 10 12 6上面去 得到后面一个字符 如果后面还有的话 还是要加上去 后面还有的还要加上去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只需要记录 这个偏移量就行了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记录 这个位置关系的时候 往往是记录 第一行的第五个字符 下一个要记录的是 第一行的第六个字符 而这样的话 我们要记录的 只是5和6当中相差1 而不需要记录 5和6 5和6可能还好 但如果是10000和100002 你会发现记录10000这个数字很大 记录100002这个数字很大 但如果我们只要 根据前面一个值 记录 它们的偏移是2 相对位置是2 这样我们就能用 刚才说的六个bit 来记录这个数字 它就是为了压缩这个体积 拼命地压缩这个体积 这段数据解码呢 也是从个代码才看懂的 因为那个spec写的 实在是一坨实 然后拿到这个数字呢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断嘛 一个中号里面就是断 对不对 拿到这个断 这样我就可以去得到了 行号是根据之前 我说的分号来决定的 而这里面就是列号 原文件的那个标志 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sources里面有一堆文件 第几个原文件 然后原文件内的行号 原文件内的列号 以及原文件的那个 刚才可以看到 names那个数字当中 那个标号 对吧 它是个标识 identify source map就是simple file simple file就是记录位置 利用这种信息呢 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来做这些信息 这里呢 也可以提到就是 它那种source map v3这个spec 它呢不需要手动分析 因为mozilla 它弹腾的很实现了一个 node.js 以及在浏览器里 可以用的这么一些source map项目 你可以直接用它来生成 以及读取source map文件 好了 又提到这个对象定位了 刚才已经讲过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这东西可能和大家相提比较偏 所以大家可以提 v3.js的问题也可以了 有问题吗 所以你的演讲部分你结束了 对 我演讲部分结束了 我想问一下 因为在那个 v3.js解决了这样的同样的问题 在lode.js里面 实际上是有一个lode sync lode sync 对 这样一个项目可以解决同样的问题 它原来是用fiber的实现 但我想问为什么 v3.js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呢 因为它想在浏览器里实现 为什么会用node fiber node fiber它是对底下进行了扩展 对jonesbury引擎对行扩展 但我是一个library v3.js是一个library 它是在任何一个 就是我刚才很多演示 是在浏览器里跑的 我想让它在任何一个 在一个ecma script3的浏览器里 我都能够使用 engine里它都能够使用 不管你是node.js 还是任何一个现代浏览器 还是任何一个 包括i16也算现代浏览器了 任何的现代浏览器 甚至于那些内嵌的浏览器 内嵌的一些javascript引擎 我都能够执行 它解决的是javascript问题 而不是要限制于我在某一个平台上 所以这是我的选择 好的 我明白 谢谢 好 谢谢 刚刚讲的有点快 我有两个地方没有听明白 就是你要rebuild stack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抛错的函数 只要在这个函数体内 你都可以抓出来吗 还是说 rebuild stack只是一个方法 你给我一个stack信息 我帮你美化以后 再返回一个字符 穿作为stack信息给你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函数它抛错 你这个函数 你必须在 你vn.js编译的函数段里 然后定义了以后 然后你底下 在rebuild以后 那个stack才能出来 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说编译的时候 只是在编译的过程中 我记录了这些信息 你什么时候调用rebuild stack 针对任何一个stack来调用它 都可以 我只不过把我里面能够认识的信息 给帮你改一下相当于 就是还有你那个rebuild的stack 那个命令写到哪都行 写到哪都行 任何一个地方 你只要给我一个stack 你凭空造一段stack 也没有任何问题 我只是当它是普通自主圈来处理 还有你那个谷歌打开sauce map 是在哪打开的 没看明白 你就说打开sauce map是什么 我就在编辑器里打开 编辑器打开的 sauce map 是在哪打开的 在finder里拖过去 不是 不是 有一个功能 是有一个功能 sauce map的支持 对 这个有一个右下角 它有一个小齿轮 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 但其实这就是个小齿轮里面有一堆功能 嗯 嗯 谢谢 好 这是我搞sauce map才知道 原来有个这个 而且我还找一找不到 就看了某一幅截图 哇 这里有个小齿轮 我才知道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看他 我看他 这边先不好意思啊 有任何问题 你好 我问两个问题 一个是简单的 一个就是那个await 我能不能换一下 我看他比较丑 换一下就是什么 换成比如说 对对对 有没有提供这样的option 可以啊 这个很容易搞 好 这只是一个识别 你把await2 或者说notawait OK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像callback变那个coroutine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这也是语言本身支持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去看过 就是有没有相关的讨论 关于加到语言本身里面 对 有加到语言本身的这么一个东西 只不过现在好像支持人 没什么人支持 所以我就在打这个时间差 什么时候他支持了 我就不搞夹发script了 好 这个意思吧 就是说他语言有这么一个提案 但是目前还没有被支持 有两个相关的 一个是直接await 一个是generator generator generator目前在firefox有支持 但是在其他的 ecma script5的引擎里 他没有被支持 当然有人说他一定会支持的 但这就是接下来可能一年 或者一年半 两年以后的 逐步支持的情况 当然我这个目标是 他可以跑到任何一个 ecma script3的引擎上 任何 你不需要任何 包括你任何浏览器 现代的i19 浏览器 i10 任何一个版本的chrome 都能够用 OK 不需要语言支持 nodefiber 它其实是在改语言引擎 它不是library 我是纯library 用node直接执行 有的类似的项目 比如说streamline 也是个类似的项目 它需要有个streamline 这个命令 因为它是直接运行的 它不是像我这样来 作为一个library来做 所以streamline 只是在node.js里 用的比较多 否则它也是需要预编译 而我这个完全不需要预编译 好 那我们掌声感谢 谢谢我们的老赵 给大家带来什么感觉 谢谢